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30人参加 现在还剩7位玩家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顶上的是这个前6人有奖金 那注定是有一个人要泡沫的 桌上的玩家都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枪口的艾克森 哈利波特 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Singy 还有熟悉的美国玩家Michael Adam 然后下方是一个英国的美女叫Charlotte Goodwin 然后按钮位的是我们熟悉的Landislav 还有加拿大的大神Daniel DeVos 最后是也是线上知名豪客赛 玩家Christopher Vogelsen 也是德国的超级豪客选手 然后目前这个奖金第六名是有23万美金 第一名有150万 买入是10万03千 那我们正式进入这个比赛 桌上虽然是7名玩家 但总体的筹码量都比较深 除了最短的这个Charlotte Gowin只有20BB 其他可以看到的这个chip leader 是Michael Adam 有接近100个大盲 Singy其次有90个 第三名是Vogelsen 有80个大盲 翻前Adam做了一个正常的open 然后DeVos再按钮 有效50个BB用88跟注 这里没有必要去做一个3B 通常在豪客赛中 由于大家翻前 防守的范围都非常准确 所以大部分时候游戏 特别在FT 有这个ICM的情况下 都会更多的去做一个跟注 那这个这一手牌 Singy在 Hijack规制用A10open KGO有可能做一个3B 当然这里跟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双方筹码都比较深 并且有ICM的考量 Adam在翻后也是一个非常凶的玩家 那Singy这里其实翻前会丢非常多的牌 因为没有必要在这个泡沫期间去 和CheckB的进行过多的纠缠 DeVos在想忙拿到AK 选择了一个LAMP策略 这里它也可以做Open 所以它整AK在这里通常是一个混合策略 A10一般是要做一个隔离的 如果是那种A7O A6O这样更差一点的A 可以放在自己的过排范围里 尺度方面它做了一个微微小于4BB的加注 DeVos这里应该会做一个4B 当然也有可能跟注 就是取决于现在毕竟是泡沫期间 有两个玩家只有20BB 它选择了比较保守的跟注 摩克散击中了三条 这里应该还会继续下一个范围柱 2BB甚至1.5BB都够了 过排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面过于干燥 然后它有A的情况下 有非常多的保护 排面也没有听话 AK在这个Flop还是要跟一次 毕竟这个面对手会有非常高频率的范围柱 会领先对手大量的圈嗨 K嗨等等 罗格散这里可以考虑去延迟一下 就是过排 特别像即使A10这种排 在泡沫期间 也并不是完全希望跟对手打光的 才选择一个没有泄漏信息的二分之一的下注 Draws这里还是可以考虑跟注一次的 因为对手很多例如勾九勾圈这样的排 转排有了一些卡顺 额外的echo都会继续进行下注 那它自身的例如775X这些排 在转排都比较难去跟注 面对跟注 Vogus &合牌就可以继续打价值了 这里的价值 目标 目标价值就是对手一些不愿意丢的5 一些A8这样在翻牌进行抓机的排 转排击中的对子 还有就是一些 例如石钩 石九 石在这个面其实是没有一个 加入范围的 因为没有必要 AK这里通常会是一个fold 不过Draws这里如果跟注的话 我也不会太奇怪 因为这个面的确作为筹码比较多的Vogus & 是有能力去做一些 例如七九六七这样的排去 转炸虎的 因为这里对手 就是Vogus &的下注范围还是非常窄的 就不会这里 他也扣看到一个gogo这样的排 果然Draws选择了跟注抓机 然后他也把自己 那手牌损失了将近30个BB Hexen在按钮为拿到A勾 这里他可以考虑直交印 也可以考虑做一个lamp 好他选择了做了一个open 因为面对这个tripleader在大忙 实际上这里很多时候open是非常难受的 你这个排是没有太多办法去接一个all in 在这个泡沫期间 就从ICM的角度上来说 接all in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那作为tripleader非常有很大的概率 在翻前会直接推你 那当我们这次选择用勾圈去跟注 这个牌跟注也是非常正常的 Hexen这里可以check 也可以下一个范围注 因为这个面k88面实在非常干了 并且在泡沫期间也容易引起这个adom的一些操作 像比如说这里下一个三分之一或者25%的范围注 然后被对手race是根本没办法跟注的 那对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去做炸弧的机会 圈还有一点点摊牌价值 但这个面基本上打不走 还是可以打走对手一些AI的 比如说这里10合牌是要打一个价值的 但由于底时太小 所以没有太多的必要去争夺 同样这个Hexen有一些甚至勾勾这样的牌在 也都有可能在泡沫阶段会选择过到底 甚至COA拿到了AA adom这个k勾肯定会游戏的 看他这里是3B还是口 果然又做了一个3B 那AA就没有悬念会做一个4B 这里应该会选择一个20BB左右的4B尺度吧 介于他们筹码比较深 选择了一个21 adom作为场上的第二chipleader 应该会开得非常多 Lenslav拿到了圈圈 这里是一个all-in 没有必要做一个什么3B 就收下底池也是非常好的 没有必要就想着一定要必须翻倍 因为在这种泡沫阶段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生存 那这可以看到 虽然adomA6开了一下 那由于泡沫的关系 Devirus的A9 Soot都被破棄牌 不然如果不是泡沫期间 他可以考虑在反潜做一个all-in 面对adom在枪口 可能有大概25%到30%之间的开牌范围 A9面对这个范围是有非常大的棋牌率的 那即使被翻前被接了all-in 也是至少有30%的equity 这手牌 adom选择做了一个延迟的下注 全时在他们的筹码深度 其实没必要去做check race 就扣到底就好了 那转牌有一些两队会选择同样的策略 看adom盒牌会不会做一个炸糊 因为这里它是没有碳牌价值的 这里要打的话 应该会下注一个14BB 就70%左右的注 他选择了放弃 Vogosan K7在COA应该会做一个open adom的97在大盲是一个正常防守 这个牌面稍微有些连接 Vogosan有一个高张加后门花 还是应该做一个CB的 不过这个面其实对手 7牌的概率不会是特别大 就7在这里可以考虑做一个check race 也可以跟住 就现在他们很多的策略都取决于在泡沫期间 所以会偏的更保守一点 这个10对Vogosan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盘 adom在盒牌应该会选择做一个lead 这里它的一些诈呼范围就例如4757 这样买顺没有到的盘 哈利波特拿到了ak 相信会起到大盲 然后Dovogos会用全时速的去防守 20pp这个翻后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所以在大盲也要保持相对充足的防守频率 那这个ak10这个面更有利于哈利波特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击中了顶两对 还是需要做一个范围下注的 去拿对手一些带顺带队听顺的牌 例如10勾K勾等等 甚至一些圈五圈六suited 那akson选择了一个偏大的制度 这个圈10这个面其实就不太适合去跟住了 同时加上icm的考虑 因为没有太多的 就是你不能通过扣去实现 这个是牌的全部equity 也就是说你不能看到合牌 转牌基本上对手就大概流推你了 如果你选择了flop跟住 axson在枪口开 a3b 这个有效筹码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跟住的 19果然做了一个open 在作为chip leader还是要开得非常宽的 Linenslove应该全会选择all-in 它做了一个非常紧的fold 这里就是假设没有已经进前圈的话 它a圈至少会是一个跟住 所以可以看到由于icm的关系 大家调整都非常紧 毕竟这是一个20万刀的泡沫 KK看是否会是腰硬 还是选择细腻一些 那19应该会是一个防守 这个面对KK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面 这里正常会是一个cb对手起牌 选择了三分之一 大家都气到小忙 时时这里会是一个跟住 这里没有太多必要去做一个 三笔 因为处在不立位置 然后桌上还有四个小短码 只不过这里在小忙跟住的唯一 B端就翻后 很容易被迫剥削 转排 Sinji击中了 顺子应该会选择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递增的下注尺度 还选择下注了一个底池 那时时这里是没有办法跟住的 在不立位置 这里一个体质目的主要是拿对手kx的价值 Borgosan COA正常A8开持 那同样如果这里进了前圈的话 Hexen在Button就会用AR去all-in Sinji这次用K圈做了一个三笔 Borgosan选择防守 在毕竟有立位置也是一个同色的A Sinji在这个flop没有做一个C笔 也是处于他对Borgosan翻前扣三笔的范围 觉得还是偏紧的 没有太多的 例如90同色这样的牌 在这种情况下泡沫期间选择跟住 这个AK应该要all-in了 这个65会call 因为需要补的太少了 flop掉了一张6 看能不能顶住 合牌还是中了张A 这个美女的运气通常都是受上天眷顾 杀了成功翻倍 现在场上最短码变成了Devars 大家都会弃牌到Devars 他又得用勾圈去跟一下 毕竟这个可玩性还是非常强的 只不过看到一个勾或圈都会要打光 他直接选择劳印 那Singi这里是一个秒扣 那这里拖腰印主要认知就是 他认为Singi这里会开得非常宽 比如说一些圈7圈8圈10这样的牌 都会去做一个raise call 那他希望跟这些牌去打光 92sut有可能进行一个防守 牌面对92sut还是非常友好的 Singi还是会做一个范围下注 选择做了一个偏大的尺度 Morgosan这里通常只能跟住 甚至有黑桃K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在转牌去做一个下注 拿对手圈X的价值 因为这个面没有太明显的听牌 除了听话以外 没有听顺的面 Morgosan这里92还是会跟住 没有必要去做一个raise 这种牌面对比较大的筹码 就是一个checkout的被动的打法 合拍掉A Singi没有必要再去下注了 现在这个divers走了以后 六个人都进入了前圈 下一位出局玩家有229600刀 Singi又一次在枪口用A4开牌 MorgosanK5在这个小忙跟住 因为他知道Singi在枪口 虽然是在枪口 但由于他筹码非常多 开的范围还是很宽的 K5有一定的可玩性 甚至还领先一些对手的范围 所以他选择跟住 那这个flop就是一个轻松的checkout 转牌4是一个空白 A4这里有摊牌价值了 所以通常会选择一个过牌 圈对双方 对Vogosan是一个不好的牌 所以他K5没必要去做一个阻挡 那同样这个对A4 对Singi来说也不是一个太好的牌 对说很多的圈石勾圈这样的牌 合牌集中了圈 除非他要把他的A4转炸弧 A4转炸弧 不然他这里应该会选择碳牌 然后选择输给一个圈或一个K 当然这个Vogosan这里还是会有些实的 也就是说这里Vogosan的范围 并不是那么的首限 Singi也选择了过牌 Adom在COA 98 没有做一个open 这里是因为他的按钮和小盲 都是非常 非常短 一开被推了就非常尴尬 Lanus18做了一个lump 圈词应该会是一个过牌 这里没必要去翻前去 去奥运试图抢这个忙 因为对手 作为顶级玩家 13BB的lump范围里 也是有一些强牌的 Lanus正常锅牌 然后Vogosan他的圈四 由于踢跤比较小 在这个超市面也选择了锅牌 转牌可以考虑去打一枪 一个BB左右的价值下注 选择做了50% Lanus这里还是可以去跟注一次的 因为有一个听花 还有一个听顺 合牌击中了顺子 这里通常没有必要去 做一个离的 正牌也是打的中规中矩 Hexen圈试肯定是一高音 在这个小盲对大盲只有10BB CGA9也扣得非常正常 Hexen和flop击中了一个10 成功翻倍 现在最小的筹码 依然是我们的美女王家 杀了高温 CG在小盲做了一个4BB open 由于他知道 Adam扣的范围非常宽 Adam选择了跟注 这里巴巴也可以有一定的 加注频率的 SingG继续选择了一个大尺度的CB 转排一个K 通常这里会是一个过排 一个圈再打的 没有太大的意义去打了 其实 虽然他这个踢脚还是不错的 就这里对手能跟注的范围还是非常窄的 并且由于你打之后 你总有一条街要过排一次 同样 Adam也会有一些 例如 这个 K6这样的两队 所以他这个勾圈在转排打的还是非常剥削的 挖个散烈圈 应该会做一个open SingG A8是一个比较差的牌 但Adam的K勾应该会游戏 这里由于大盲比较少 他会做一个跟注 他做了一个3B 做3B也可以 这也是 许具他认为Vogosan不会跟注太多的3B 但他不知道Vogosan这次是HM 这个排面 还是可以出去做一个下注的 有双高张 那可以把对手一些例如A10黑桃这样的排打走 这个三肖小的面 我们可以看到Adam选择了一个偏大的 特别稍微大一点的尺度 50% 而不是通常情况下的三分之一 Adam55在枪口做了一个open SingG K圈正常防守 Adam55在这个面其实更有利大盲的一个面 他物有一个草花 所以选择继续做了一个范围主 这里的目的主要就是让对手弃掉一些 例如A7这样的排 那在打之后看他会不会融合他的范围 选择做了一个超池 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下 对手范围里也还是会有一些HM A10这样的排 只不过同样也会有大量的K10 以及一些带队听顺 但由于面对枪口比较强的一个范围 并且是一个超池 所以很多排都会选择剥削棋牌 SingG终于又选择捞印 由于他后手只有6BB 面对按钮的范围 他认为他的A5是领先的 那也是成功翻倍 SingG又一次open85 看我们A10会不会做一个3B 他选择做了一个平跟 Linons勾圈应该会跟住 这里就补一下就行了 因为他all in的话 其实特别是没有太多认知上的棋牌率 即使COA棋牌了 那按钮的Adam 他跟住的范围这里都是 几乎会百分百去跟住Linons的all in的 三人排面都选择了过牌 SingG在转牌有一个双卡 他可以考虑下注了 这里要下注的话 就会选择一个稍微大一点 但他后面有这个Adam 所以他选择了过牌 A10这里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去下注 Annes击中了一个勾 这里大概率他还是会选择这个过牌 因为打出来的话 可以做一个小小的block 但根据这个牌面之前大家的动作 其实通常都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支付他 这里过牌的好处就是 看某位玩家是不是愿意去借助这个勾 去做一个炸弧 SingG果然做了一个炸弧 Adam非常精准地阅读出 对手没有东西 用A10跟住 可是没想到Linus有一张勾 我们的美女 是Sharlan 用99选择all in 然后A勾会跟住 非常正常的 看能不能进入个勾 我们这个美女的跑马还真是非常厉害 all in了三次 目前都没有输过 我们先最短马变成了哈利波特 这应该又会是一个all in Vogosan会用他的A圈开持 那6615BB 没有悬念的会全下 毕竟这个小盲队 按钮队才是非常强的 同时也有一定的棋牌率 这个Flop依然没中 看合拍 Vogosan运气也是稍微有点差 两次跑马都没有赢 Hexan成功翻倍到30BB的健康区域 然后我们再下苏特的按钮 做了一个open 这里任何同色的牌 还是可以在按钮做一个抢盲的 nsk8这里会放手 牌面非常漂亮 那我们做了一个范围下注 这里linens的一些 例如圈7 圈6同色这样的牌 就没有办法去跟注 linens在这个听画面 以及有听顺面 没有选择慢打 Hexan做了一个open 非常正常用开钩 A10这里可以3B也可以跟注 但是跟注的话 就会把Adam带进来 那这里3B的话 其实是愿意跟Hexan打光的 Adam做了一个4B 我们看Singy会不会 会不会操作回来 因为Adam也是有能力 去做一个4B炸弧的 他们有效还是70BB翻前 通常这里A10就是建议直接起牌 偶尔可以推一些A5同色 这样的牌 那当然不知道 Adam如果面对一个5B摇印 会不会认为对手 有一定频率 用比他小的A去操作它 从而选择用A圈去跟注 特别是在还有两个 三个短码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TipB的之间 其实筹码较深的情况下 还是跟注比较多 毕竟还是要考虑到这个 有迷你玩家20BB Landlove的26BB 还有哈利波特的28BB 三个筹码偏少的玩家在 不过现在第6名跟第5名 差距也只有5万刀 然后第5名到第4名 差距才开始放大一些 有10万刀 先进选择了比较被动的乱 在这个连续过拍两次 Landlove在合拍应该会下注了 这里可以下注大一些 因为这个牌面 其实没有特别多的保价值 他继续选择顿坑 那8应该合拍要考虑拿价值 在特别对Landlove这种 激进玩家过拍三次之后 果然选择下了一个中注 这里是目不敌 是拿对手一些 4477这样的价值 看我们Dome合拍要加注多大 选择做了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价值Race 他认为Singi这里下注的范围 通常就只有5 那认为5是丢不掉的 这里Singi通常都会弃牌的 因为没有必要去抓扎 Singi正常Open开钩 Hexem55跟注 然后击中了Deset Singi开钩可以下注 也可以过牌 因为他收入一张红桃K 然后这个牌面更有利于翻前的加注者 Hexem没有选择了慢打 他选择了跟注 没有加注 转牌选择力的2BB 这个Land其实非常有创意 因为对手很多的A在转牌都会过牌 合拍我们看Hexem的这个尺度是多少 Singi这里其实是可以考虑跟注的 因为它有一个K化的阻挡 那Hexem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听顺的牌 没有击中 选择这个Line 果然他选择了支付 因为Hexem在合拍时不会用一个单A 选择这样的Line去下注的 Voxen Hexem直接退了40BB Voxen这里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跟注 特别考虑到有两个短码 其实总体Voxen这场比赛表现的还是非常 非常被动和偏紧的 那我们的世界第一Line's Love 目前由于他没有筹码 所以每次都看不到他太多的表演 K78两个红桃听画面 正常下注 在很多画面面对对手跟注之后 其实很多时候Voxen都应该选择过牌 而Adam在转牌选择了一个Lead 这个其实就是普通比赛和其他比赛的区别 那这些大神其实就知道在转牌 一些牌面变化之后 会有挺多的转牌的主动领打 面对加注 Adam也是两头听顺 加一个听小花 他选择了防守 他认为Voxen这里唯一跟注的理由 就是他手牌有equity 甚至有时候会领先 比如说Voxen会有一个A圈 带一个红桃AA的牌 在转牌去加注 Voxen其实那个加注也很好 就是他知道Adam在转牌有能力 用一些76这样的牌去Lead 所以他的K勾在转牌加注 是一个价值加注 同时也算是一个融合 在有力未知 对手跟注之后 合牌通常不会再去做一个Lead 也就是说他同时也达到了摊牌的目的 Linus击中了K勾 我们看Adam会不会利用他自己的范围优势去操作 因为这里Linus会有挺多的圈九啊 高九这样的牌 Linus这里可以跟注也可以摇印 他选择了跟注 那这就是跟注一个问题 在转牌掉一个九掉个十的情况下 那Adam的AA明显会比他多 那Adam这里是个轻松导印 就从范围角度是一个轻松导印 Linus在这里则是非常难以防守 所以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在有效筹码不多的情况下 去转牌去直接摇印 因为跟注之后底持已经有21BB了 后手只有13.5BB Linus果然选择了气牌 这个牌面也是非常利于Adam去炸虎的 那当然他用65炸虎也是非常具有勇气 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额之间的博弈战 打得跟手牌没有关系 只是看这个牌面跟双方的范围到底有多大的关联 那这个合牌的更相对来说更对谁有利一些 看Adam44会怎么样 选择了跟注 杀了K7也一定会选择跟注 天花面 44选择了Lid 这个牌面其实有Lid的范围是蛮奇怪的 当然这里可以用一些6677的牌去做一定的Lid Axon很多时候在这个牌面会有一个无脑的CB Axon觉得双高张 加一个天花 没有太多必要去Race 通过跟注就能实现自己手牌的Equity 所以他选择了跟注 那我们在转牌可以继续下注 他下注了一个超吃 目标是对手的 就是对子带一张黑桃这样的牌 以及没有黑桃的对子 这个牌其实不太好去跟注 那盒牌这个A Hexon一起A 也Ax黑桃也击中了 当直接选择Lid 那个牌就是在连续Lid的两次之后 盒牌其实非常难以去平衡自己的炸弧范围 Hexon的A圈Open A8应该会做一个防守 462非常空白 Hexon这里A圈 还是可以继续去Backhold 或者直角印 这次他选择了直角印 Anus A8轻松All-In Vogosan的K圈 也是一个轻松隔离 看这次他是否能赢得 这个稍微落后眼的跑马 这个Vogosan运气真的是不好 杀了A9面对3G的Open 可以做一个All-In 果然他选择了All-In 15BB Linus A圈 做一个Open 杀了A勾可以扣也可以摇印 但面对Linus枪口较紧的范围 他直接选择了气牌 这是非常紧的 A勾这里其实至少应该可以做一个防守的 毕竟Linus的K圈K勾也同样会做一个Open 这个A勾会是一个轻松All-In 虽然是枪口 但由于后手太短了 还是领先对手大量的范围的 看能不能顶住 Vogosan终于翻倍一次 但是不幸的是下一手我们可以看到他就要被带走了 圈圈Open 然后KK这里会3B或者直角印都可以 做了一个非常细腻的小3B Adom这里没什么说的 肯定会起牌的 至少李智应该起牌的 Vogosan圈圈就轻松All-In就好了 这个17个BB 6人猪圈圈没有太多好想的 一个Raisy Coco 看能不能集中一个圈 这个Vogosan终于要含泪退场 现在场上还剩5名玩家 Vogosan恭喜他获得了22万9千刀的奖金 那我们这个10万3千刀的WPT超级豪克赛第一部分的解说 我们今天先就到这里 我们等第二期再见 谢谢大家 我是阿绿